是列列安心语 今天想来谈一谈钱的问题 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何能够积累自己的财富 尽早的实现财富自由 讲一讲我的几点认知 希望给大家予以启发 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定的状态 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个是精神的安定 还有一个是经济的安定 那么我觉得经济的安定 往往可以成为你精神安定的基础 所以你在越年轻的时候 越能够意识到财富自由的重要性的话 而且越能够尽早的将财富自由 作为自己人生目标之一 努力去学习和实践 你越有可能比同龄人 更早的实现财富自由 建议大家能够就是 给自己一个时间期限 然后给自己一个最低值的 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标准 还有一个最高值的 这样的一个金额标准 然后将实现财富自由 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一个重要指标 每天的就是进行学习实践 而且同时予以改善 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在学习和实践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如同健身一样 在一年三年之后 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 这样的一个惊喜的效果 人实现财富自由的公式 只有唯一的一个公式 就是增加你的收入 减少你的支出 然后懂得学会投资运用资产 这样你才能够达到 这个资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增加收入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建议呢 我非常建议就是 你在做本职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重这个周围的人际关系 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升迁的机会 然后一定不要把你的收入只限为一个元 就是只有本职工作 一定要在做本职工作的同时 去做一些副业 然后增加你这个副业的收入 最好的一个方式是 本职收入和这个副业 是形成相互技能的这个提高 然后相互之间是一个循环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让他们之间形成相辅相成 并且能够就是相互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你的本职收入也会增加 副业的收入也会增加 增加收入是增加你的资产的第一步 不的话就是减少支出 减少支出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就是减少你的这个生活成本 比如说住居 还有这种汽车 还有衣服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成本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减少你的欲望 减少欲望的话 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去羡慕别人 不要跟别人比较 你要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如何的减少你的生活成本 控制你的欲望 这是成为你减少支出的一个 最重要的标准 然后我是非常建议就是将你的收入的30%以上都用来投资和储蓄 第一步的话就是要学习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学习投资 积极的去实践和运用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就是要产生一个钱生钱的构造 那么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要了解你自己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 比如说我在学习投资知识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知道我不太擅长投资这个房地产 那么现在我比较集中的就是投资在股票和基金这样的一些方面 所以如何的让钱生钱让钱再进行一步的为你服务 这是学习投资和实践投资原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和目的 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做fire 它就是说你能够在更早的阶段意识到财富自由的重要性 然后给自己设定目标 能够比同龄人更早的实现财富自由 你就能够在人生当中获得更大的掌控权和自由度 所以我非常的建议 如果你在越年轻的阶段 越能够将财富自由制定为自己人生目标之一的话 你越有可能比同龄人更早的实现财富自由 关心语的视频主要是分享我的一些自我成长的经验和人生规划 以及包括普通人如何理财尽早的实现财务自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 然后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让自己变得更好 谢谢